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重要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俄罗斯瓦格纳集团自2020年以来渗透了中非共和国 马里、布吉纳法索和尼日等非洲国家的国防和安全部门 这一新局势对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人权和法治带来了深远影响 其次,美国原住民部落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 但联邦官僚体系的繁琐规定却阻碍了部落的能源开发 本文提出了三个联邦层面的简单但深远的措施 旨在减少官僚壁垒、增强部落社区的能源自主权 最后,全球各国正在合作制定一项全球协议 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疫情 这项协议旨在确保各国在信息共享、医疗物资和疫苗分配方面进行合作 特别是确保世界上最贫困的社区不被遗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Woodrow Wilson 国际学者忠心指出 自2020年以来,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 已经渗透到多个非洲国家的防御和安全力量中 包括中非共和国、马里、布吉纳法索和尼日尔 这种渗透标志着俄罗斯与这些国家 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新型军事合作时代的到来 这些国家认为瓦格纳是结束恐怖主义和不安全局势的可靠伙伴 并因此转而支持俄罗斯 放弃了与美国和欧洲的合作 然而,这种合作对这些国家的国防和安全力量 以及对人权、法治和民主的尊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国际社会对安全部门改革进行了大量投资 但非洲的安全力量仍然持续侵犯人权 这不仅损害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 还助长了极端主义的滋生 而罗斯通过瓦格纳集团的影响力 可能会进一步巩固这些国家的威权政权 利用暴力和人权侵犯来压制意义 在Woodrow Wilson国际学者中心的另一篇文章中 讨论了美国原住民部落在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关键作用 尽管原住民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能源资源 但由于联邦官僚体系的复杂规则和法规 能源开发项目的进展受到了极大限制 过去一个世纪里 印第安事务局主要负责管理这些能源资源开发 但却缺乏有效的规划和资源管理 导致经济浪费和环境破坏 文章建议采取三项行动来改善这种局面 首先总统可以发布行政命令 明确联邦政策 支持原住民自我管理能源开发 其次简化部落能源资源协议 TERRA的审批程序 消除不必要的障碍 最后为原住民学生提供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资金支持 培养他们在科学、工程、法律等领域的技能 这些措施将为部落社区带来急需的经济机会 也有助于美国的国家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 El Jazeera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 尽管全球政治和经济分裂严重 但各国在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方面 找到了合作的途径 COVID-19大流行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 和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 这促使194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决定开始谈判 一项前所未有的大流行病协议 以防范、准备和应对未来的流行病 这项协议旨在确保各国在分享关键信息、医疗设备和药物方面进行合作 并确保最贫困的国家和社区能够公平地获得救命工具 协议的核心是确保全球健康安全 避免未来出现疫情时各国之间的弱点 尽管面临许多挑战 但这项协议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基础 以保护全球公共卫生并避免社会和经济的中断 文章呼吁各国领导人继续努力 抓住这一独特机遇为全球健康和安全做出贡献 Reuters Breaking News报道 北约成员国预计今年将达到2%GDP的国防支出目标 推动力是俄罗斯而非前总统特朗普的威胁 然而建立武器制造能力需要时间 欧洲工业不足 美国公司将受益 尽管特朗普在任期间威胁退出北约 欧洲的国防支出仅略有增加 但现在欧洲北约成员国计划在2024年 将支出增加到4700亿美元 欧洲领导人意识到 在战争中实施首次大陆防御工业战略的困难 欧盟委员会计划到2030年 将至少一半的成员国国防预算 用于欧盟制造的产品 然而 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间 63%的欧洲国防支出流向了美国 美国武器制造商也与欧洲公司合作 例如洛克希德马丁 与德国公司莱茵金属 合作生产高机动性火箭系统 欧洲担心的不仅是俄罗斯 还有特朗普可能在2025年重返白宫 CSIS分析了伊朗总统伊布拉辛 莱希和外长侯赛因 阿米尔阿卜杜拉西安 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的死亡影响 短期内主要影响将是国内的 而非国际的 莱希是革命神职人员的亲密伙伴 被视为未来最高领袖的有力竞争者 他的死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权力角逐 但这并不保证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 穆吉塔巴会顺利上位 伊朗内部对权力 世袭有深刻的抵制 神职人员的领导地位 可能会被边缘化 尽管可能性不大 但公众可能会利用这一混乱局面 反抗领导层 伊朗的外交政策支柱 包括抵抗轴心 以及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将保持不变 考虑到阿米尔阿卜杜拉西安 在地区对话中的作用 他的死可能会对区域关系 产生一定影响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报道 国际刑事法院 ICC检察官决定 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高级领导人 发出逮捕令 指控他们自去年10月7日以来 在南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 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ICC法官将决定 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所 指控的罪行已被实施 尽管以色列不是ICC成员 但巴勒斯坦国在2015年加入了 ICC使其对在其领土上犯下的严重罪行 拥有管辖权 Open Society呼吁所有国家尊重法院的独立性 并履行其根据罗马规约对法院的合作义务 尽管美国不是ICC成员 但拜登政府支持ICC对俄罗斯总统普京 发出的逮捕令 Open Society重申对立即停火 释放人质 提供人道援助 对冲突各方的罪行追责的紧急呼吁 并致力于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 提供他们应得的正义与和平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墨西哥即将迎来历史性选举 首位女性总统将在10月上任 无论是执政党的候选人克劳迪亚·谢因豹姆 还是他的主要对手索西尔·加尔维斯 墨西哥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高达96%的逍遥法外律 每年约3万起凶杀案 以及16万到18.5万人 直接为贩毒集团工作的现实 解决有组织犯罪的问题 意味着要面对这个国家最大的雇主之一 每周需要约350名新招募人员 墨西哥的经济与毒品相关活动密切相连 尤其是在马萨特兰和库利亚坎等城市 普通市民不知不觉中 成为了洗钱经济的一部分 尽管现任总统安德列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在过去6年中努力缓解贫困和减少犯罪 但效果有限 尽管墨西哥当局否认国内存在芬泰尼生产 但美国边境的芬泰尼查获量却大幅增加 过量服用导致的死亡人数每天超过150人 The Telegraph Opinion 加拿大是一个巨大的国家 但有时却显得非常小 诺贝尔讲得主 艾丽丝·门罗去世 享年92岁 他的离世引发了全国的情感震动 门罗的短篇小说 常设在安大略省的修伦县 探索普遍的主题和挑战 他的作品展现了小镇加拿大的独特魅力 尽管如今的加拿大变得更加多元化和进步 文学界也更关注边缘故事 我曾采访过门罗 他谦逊 慷慨 真正的评一级人 他的作品虽然源于小镇的传统背景 但却超越了所有界限 尤其是对母女关系和生活现实的深刻洞察 尽管他的写作风格 可能不再符合当今的主流审查标准 但他的故事依然令人震撼 门罗的才华是独一无二的 但在当今社会环境下 是否还能出现另一位像他一样的作家 令人怀疑 Reuters Breaking News 伊朗总统一捕拉新 莱西的去世 使得伊朗的未来更加难以预测 尽管总统在伊朗的角色赐予最高领袖 但莱西在2021年上任后 也对伊朗的经济崩溃和40%的通货膨胀负有责任 无论谁接任都将面临美国制裁的重压 限制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和经济发展 尽管北京仍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 但莱西原本是接替现年85岁的最高领袖 对阿里哈梅内伊的热门人选 最高领袖由专家会议选举产生 而该会议最近的选举显示出更保守的趋势 最大的未知数是 新任最高领袖将如何处理以色列等关键地缘政治问题 莱西的趋势使得伊朗的未来更加不确定 增加了中东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文章 讲述了媒体的创建历程 及其创始人Lola Tagieva的心路历程 2022年3月 Lola向未来的市场总监 Marianna Lashakova提出了一个梦想的提议 尽管她清楚媒体行业一直以来都很艰难 尤其是在当前的环境下 他们刚刚成功将训练课程推向商业市场 并靠最后一笔训练收入维持了四个月的生计 Lola坦言 她几乎没有资金 而没有资金的媒体是无法启动的 尽管她当时没有名气 也没有足够的资源 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除了新闻工作外 别无选择 2022年战争爆发 媒体纷纷关闭或自我审查 Lola目睹了曾经工作的和新报被摧毁 感到必须采取行动 她决定创建 尽管起初只有极少的资源和人手 但凭借对新闻的热情和信念 她和团队在短短几个月内取得了显著成就 他们凭借独家报道和敏锐的编辑嗅觉 迅速吸引了大量读者 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成功启动了媒体项目 CSIS的文章 探讨了淡化家GAN 在半导体行业中的战略意义 随着5G通信和电动出行等关键技术的快速发展 传统的硅基半导体已无法满足更高功率密度 更快开关频率和更高热阻的需求 GAN作为一种具有更高击穿厂墙 高电子迁移率和宽带系的化合物半导体 成为了推动电子技术进步的有利候选者 GAN不仅在功率转换效率上优于硅 还能在高压和高功率密度应用中表现出色 如汽车行业和数据中心 此外 GAN在国防应用中也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雷达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中 美国在GAN技术研究上已经领先 但需要通过政府政策和私人投资的结合 来推动这一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 尽管中国在GAN技术和生产方面也投入巨大资源 美国仍有机会通过增加国内GAN制造能力 加强研发和确保原材料供应链来保持竞争优势 政策建议包括增加美国的外延能力 专注于GAN生产工艺的研发 以及确保家的供应链 以应对中国在这一关键技术上的崛起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读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读简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